鸡黑肉籽换后又有大瓜宝珠 你突然你就趴我身上来了 你本来当时就很吓人的 然后你突然又要赶我出去 你问我一个那样的问题 嗯 是我冲动了 对不起 那你又不是一两天了 你昨天也是那样的 不错 这个叹息声就很有胖黄的味道了 你今天这样可能很正常 可是我已经跟你说了千百遍了 我来找你之前我也跟你说了 我找你之前我也跟你说了 我不会 只想亲亲你 看来男人开头都一样 你当时你没有啊 你当时你在干嘛 我知道啊 那后头你不用说了嘛 我就会请求人同样 可是我都说了那么久了 我们拉扯了两个小时 对啊那我后 不是那我今天是不是什么都没干 可是你今天一直想干啊 你把门打开 我真的不想 我们好好聊一下 我真的不想 我很害怕 我不想 不是你害怕什么 我有什么能伤害到你 我什么都不会做好吧 我今天 我现在 我现在一个人在伤害 我已经很害怕了 第一次我没有那样的 然后第二次呢 我想尝试一下 那你拒绝了之后 你今天 可是我拒绝了很久的天 那你昨天晚上跟我拉扯两个小时 你要脱我裤子呀 这就不太符合 第一打也风采了 拉扯俩小时再脱裤子 那玩笑要拉扯两个小时 你一直压在我身上 没有这样子 事后说是玩笑的 你已经吓到我 而且你今天你还跟一朋友聊天 我也撇到了 你就自己出去了 你带你还带着房卡出去了 那我 我很害怕 我怕你会干嘛 那我上个索 我有什么那个吗 我跟你在认识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你说了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当时 我们在还是朋友的时候 我们在还在聊 我前男友的时候 小姐姐虽然声音很佳子 我又已经明确地告诉过你 我不会随随便便跟别人那个 但是三观还是很正定 老爸为你点个赞 你最开始你动我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你说了 我不想我不想 你一直在弄我 你你当时 昨天晚上 你完全能站在 你男人的优势上 你知道吗 我知道错了 好吗 我不会了 你还一直在狡辩 不是 昨晚 那昨晚本来 那个行为就是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 那我现在就没有做过来 你说了 你昨晚说了之后 那我怎么知道 你今天跟你朋友说什么 我 我忘了大概是什么 我现在脑子很乱 我只记得你跟他说什么 什么今天不成功变成人 看得出来 胖黄确实想成人 毕竟满十八了嘛 明天以后就不准备理我了吗 那我肯定生气啊 那你 你对我做出了这样的行为 哦 不是 你对一个女孩子 做出这样的行为 你觉得很正常 是不是 那我不理你 我表达出来 我不想再跟你有接触了 有什么问题吗 胖黄背对得哑口无言 你有理 你确实是我有理啊 你真的没意义 最终恼羞成怒 拂袖离开 你帮我这个招意一下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还惊动了楼下的警报器 二人不欢而散 最后圣小姐姐难受的啜气 这波 你站哪边